各位 習大帝訓斥小杜魯多 為甚麼叫小杜魯多 是老杜魯多 當時跟中共很朋友 現在的兒子叫小杜魯多 當然這個小字可以是動詞 即是習近平小杜魯多 總之習近平訓斥小杜魯多這件事 果然是有續集 說一說一說 人家又發現有前轉 三部曲已經有齊了 話說 在APEX峰會上被習大帝恥笑他 很天真 在G20 笑他很天真 加拿大總理小杜魯多 在APEX峰會上全程對習大帝黑臉 在黑臉隔了一個位置 但黑臉都傻了 當然啦 習大帝就當他透明 當小杜魯多透明 而且不知如此 習大帝還用索聲同場加演 這個習大帝霸氣蓋天 厲害了 然後續集 第1集 不知是續集 可以說是續集 跟著是前轉 續集 一集就是對 恥笑道路多 或者訓斥道路多 那續集是極度輕視的泰國總理 巴玉 他不就叫巴玉 叫做侮辱 羞辱 恥辱 也行 話說APEX峰會開會啦 巴玉就在會場入口 逐一去迎接各國的領袖 現在習大帝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頭號貴賓 因為這次拜登沒有去 拜登沒有去 因為太老了 可能只顧著看攝影師CAMMAN 那個二頭肌很大國 BICEPS很厲害 那變成了賀錦麗就算了 哎呀老了 真是 整百張東西了 普京怕被人叻叻 被人笑 被人羞辱 沒有去 變成了頭號貴賓 頭號貴賓就變成了安排好了 一定是安排好了 最後一個才到場 即是第一男主角嘛 當然是最後一個到場的啦 說了又不差再說了 我們 很尊貴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呢 就要組過其中第一批 所謂領袖呢是要到會場的 只坐而已 就坐桌地坐 三陪女地坐在這裏 什麼都不用做 你說香港多有非事呢 就憑李家超真的說人是拍車制 李家超一早就坐在這裏等人 等人到 即是等運到是不是呢 他還要說什麼 唱好香港故事 他是不是可以在這裏唱好香港故事 等個凹幾鐘 等最後最後一個男主角 第一男主角 習近平到長遠等個幾鐘 當然他等一會沒問題 之前 他說最早那批要去 李顯龍呢 都是差不多最後那批到 你新加坡又贏了 你怎麼唱好香港故事呢 不過可以的 我覺得他在這裏等的時候 唱就行了 是不是 弟弟說一定行 除非不行 而且有歌為證 就是什麼 知不知道就是 陳伯強的經典金曲 等呀 台山人叫等呀 等呀 即是有歌為證 就是什麼呢 等 等呀 寂寞要食甘 夜了便洗澡 夜了便想睡 莫到你是主定人 人亦能打實你 世人 查實罪恨 翻錦 厲害呀 言歸正傳呀 唉 真是 要等呀 一直在這裏唱 等呀 好像 安康奸佬那樣 寂寞要食甘 在這裏吃甘 好 言歸正傳呀 話說 APEX開會 峰會開會的 時候呢 就 巴鈺在會場入口 逐一迎接各個 領袖啦 逐一跟他們來握手 這樣啦 現在習大帝 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 頭豪貴賓 就是 都說拜登普京沒有來 最後一個到場 第一男主角 好啦 拍合照啦 要啊 巴鈺呢 拍完合照之後呢 就想跟習大帝握仇 這樣舉了上來的 那隻仇 厲害呀 大家看到嗎 啊 殊不知習大帝 瞇一瞇他 咦 然後轉身走人 搞到巴鈺的仇就這樣 哎呀 怎麼辦呢 停了在半空 這傻佬幾秒鐘 這個傻佬 哎呀 這個真是 這個薩華電級 真是 深呼 真是慘 哎呀 好乳皮的 四圍在這裏 看看有沒有人 看到他 然後 哎呀 都不知道怎麼辦 好隻手 然後在那裏摸鼻子 撩鼻子 好像 哎呀 哎呀 撩鼻子 原來掃你 剛才撩鼻子 就撩鼻子 就撩到你 摸鼻子 最後都還不知道怎麼辦 摸鼻子 跟著老婆 戳戳戳戳 戳戳戳 提他 巴鈺的老婆 灰腿軍 帝制 比元世海 第十天 玩完 現在都是幾十天 做了還沒夠 都還沒夠幾十天 看看到時候怎樣 那麼 為什麼三次呢 其實早上就算了 兩個星期內 第一次 在11月初 早前在北京接見德國總理 索爾池的時候 習大帝看到索爾池 說一聲 哎呀你好 那就算了 然後也沒有叫索爾池的名字 也沒有叫德國總理 簡直當索爾池是什麼水 哎呀你好什麼水 哎呀坐呀站上去拍照 哎呀貿理 那種啊 多威風 多江湖大佬 好了 至於第二次 自然就是 朱爾池峰會期間 當面訓斥小道老多 爆料給傳媒知道 爆了我們說話出來 也知道 即是那種 臨走 轉頭還不太理會 小道老多說什麼 就轉頭走人 創造條件 創造條件 然後臨走 小道老多還在說 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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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表演 由此證明 真人表演 他真是加強版的江澤民 加強版的江澤民 江澤民說 金句就是 sometimes like evil 他現在說 小道老多 always like evil 還不是加強版 很天真 有時天真 現在你經常都這麼天真 很天真 真是這樣的 是不是 總之 第三次 當然是巴育這次 總之 習大帝 兩個星期 三度收育三個國家的領導人 孤然盡險 霸王本色 厲害了 但是 喂 每件事都是有代價的 出得來走 遲早要還 出得來走 遲早要被人彈 哎呀 出得來走 遲早你也會 你做什麼呢 很慘 很慘 壓力就行了 總之就是這樣 要還的 你盡險霸王本色 但是也可以說 你是向著獨裁者末路踏出了三步 踏出了的你已經 你現在都好像是很厲害 過完山頂就滾下來 這是規律來的 就算勇闖額非時封的又如何呢 之後就滾下來 還滾得很慘 五位高 哎呀 事關習大帝的所作所為 已經是現在跟他數了 已經要付出五大代價 少少的 跟著埋單計算 五十大代價也不知道 哎呀 很難說 哪五大代價 第一 習大帝這樣做呢 就令到全人類 全世界都看到他 中山郎本色 什麼叫中山郎呢 只是中山郎 得志便槍狂 通俗一點說 你真是果然 一朝得志 予以無倫次 是吧 市民世界各國的領袖 是怎麼會妥理呢 民間都不會妥理 都是這樣的人來的 租養大國 是租養大國 是怎麼會妥理什麼 習牌中共 習牌是甚麼來的 是不是 第二 你習大帝這樣做呢 只會進一步確立 美國 你在國際社會 中共果然是流氓國家 的不良形象 慘過不良少年 不良形象 流氓國家 你肯定在國際社會 肯定竊章 第三 你習大帝這樣做呢 只會令到全世界 全世界都確認 全人類都確認一個問題 就是 美國 近年雖然 烏理單刀 亂七八糟 但是跟你中共 比起來 的而且確是 NASA EVIL 還是 可接受一點 大哥 你這樣怎麼搞呀 是吧 有空無事就噴人 大哥 人家都有 媽媽生的嘛 你怎麼整天 小人老母 是吧 不行的嘛 你做了別人的老子 你什麼都小人老母 那怎麼搞呀 第四 習大帝這樣做呢 加拿大 中型國家 固然會一面倒向美國 不用說了 就連歐洲 德國 現在法國都要小心 馬克龍 德國 即使不是一面倒向美國 都會friend 美国 而且起碼肯定會和你中共疏遠 不要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沒有日子過的 原來這樣的 叫你撕水的 說不就完 索爾池 回到家鄉 德國政府就立刻 宣佈 取消 一間中資企業 收購 德國最大半徒底公司 的這個 叫你刁 我刁你不起 我說刁你就刁你 就這樣 問你屎味 真是你刁人 人家都刁你 取消你的刁 第五 你習大大 這樣做 這樣做 泰國等等 世界各個一眾小國 更加會叫美帝射著 射著周星馳 大哥 泰國還有一件事 他本來是東盟十國 即是處於南海周邊的十國 裡面交為friend 中共 交為friend 你叫他拉桂文海 幫忙 你隨便進來 就拉 就是這個 多方便 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現在習大帝 你這樣羞辱 泰國總理 巴辱 令他變成 修辱 恥 侮辱 是吧 大哥 中國在南海問題上 說不好聽 起碼又會多了泰國親家 起碼 人家當然是 大哥 哎呀 真是有仇 不報非君子 何況他不是君子 是小人 一定報了 是吧 哎呀 習大帝 習大帝 恭喜你 成功自編自導 這一齣戲 《踏上獨裁者沒落》 別這樣叫 另外一種叫法 勁秋一點 什麼呢 天下為宗 這一部 史詩級大製作 厲害的戰狼 史詩級大製作 由編劇 導演 製片 監製 以至第一男主角 彤彤 全部都是 習近平 習大帝 習大帝 真是 抵你又今天 抵你又今天 這個還要 好了 一句到尾 這件事 其實五個字都說了 哪個字呢 就是 該死 不會病 不是 該你又今天 該你又有的 當某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不過 如果你綜合 說就是五個字 該死 不會病 該死 不會病 好了 各位 今集 又清願 色打地 調教你 Saturday 調教你 先說到這裡 順便 跟大家提一提 小弟Patreon平台的推出獨家新環節 雙城故事最新一集已經去到第12集 將會在明天 星期日 11月20日 就出街了 今集的主題是香港的地下 台北的一樓 原來台北的大廈 商場也好 都是沒有 Ground floor 為什麼呢 有什麼解救呢 大家聽聽就知道 還有裏面有什麼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感想呢 都可以聽到的 當然要做訂戶 或者逐訂 順便提回 在個月初 都有些新環節 跟大家見面的 不過都是要做Patreon的訂戶 才可以看到的 這次是看的 那是什麼呢 容許小弟賣一點關節 先 去到今個月尾 再跟大家 遇過一下 基本上是這樣 總之如果大家想做訂戶 或者逐訂 就可以去Google search 那裏打 Google那裏打 Patreon Patreon 就可以了 Patreon P-A-T-R-E-O-N 英文是 不同於Patreon 那種是Patreon 或者直接輸入個網址也可以 www.patreon.com 斜動一下 patreon.com slash post552 www.patreon.com slash post552 如果想直接過數去小弟匯豐銀行戶口 即是HSBC戶口 亦可以 得了 戶口號碼就是658 097 878 838 是658 097 878 838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 多謝 拜拜